是真的要注意 即使是花一个铜板来接漫画书或借DVD 真的要千万记得还 像台北这个民众就是 其实不肯还给店家他租的DVD和漫画 所以最后被商家提告 这个警察更是来到对方的家中 当场给人上了手铐抓人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杨荣 好主播很多人喜欢到漫画店租借漫画 不过却有业者向警方反映 越来越多人租了漫画却不愿意归还 严重影响到其他要租借客人的权益 有店家老板就向警方透露 内户有两名客人 分别租借了漫画光碟之后 店家催了三个月都不愿意归还 老板一怒之下将两名客人告上地检署 履传不到后遭到通气 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他们的住所依法 将他们当场逮捕归案 其中一人的母亲看到儿子 当场被警方上铐急得大哭 那事后两人也无辜的表示 只是一时忘记归还漫画书 真的不知道下场会这么严重 对于自己欠书不还的行为 也感到相当的懊悔 警方无可奈何还是因法 将两人移送试检侦办 那书店老板表示 实在是因为越来越多人 向漫画店租借漫画 但却不肯归还 那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 给欠书的客人一个警惕 说他们有借有还 以上这一状况主播 好我们谢谢杨荣的连线报导 好 好